Jenny 對於我們來說 握手是一個社交禮儀 向一些剛剛相識的人表示禮貌 不過作為一個穆斯林的話 同異性握手就會引發很大爭議 這些涉及宗教自由和性別平等的爭拗 往往都很難有定案 根據英國廣播公司報道 瑞士曾經有穆斯林男學生拒絕和女教師握手 引起社會爭拗 問題最後訴諸地方政府 當局裁定老師有權要求學生和自己握手 違規學生的父母或監護人 將會面對最高五千瑞士法郎的罰款 在瑞士,傳統上 學生在課堂開始和結束時 會和老師握手 以示對老師的尊重 不過上個月,兩個來自敘利亞 分別十四和十五歲的兄弟 就基於宗教理由拒絕和女教師握手 學校最初都容許兩個人的做法 但由於事件引起社會廣泛討論 最後就唯有向巴塞爾北州地方政府諮詢 政府最後以性別平等 與愛國人能否融入社會 對於公眾利益影響較大為理由 裁定教師是有權要求學生和自己握手 據報當局已經停止為這個敘利亞家庭 處理入籍手續程序 兩個敘利亞兄弟在裁決之後 就說沒有人可以逼他們和女性握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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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